明末著名的企义居领袖张献忠,为何要在故城接受招抚?作者继《我鲁学社青年会会员郑成志》,张献忠自秉中号,靖轩混号黄虎,是明末著名的农民企义居领袖,其为陕西延安府柳城见人出身贫苦人家,副业巨母之习,因为其出身贫苦,故而张献忠并未受到良好的教育, 自然也就不能通过科举走仕途之路,张献忠,曾经做过捕快被革职之后,又投奔军队从军,在军中张献忠仍然受着歧视和压迫,后因是,在军中犯法本应暗律处斩,但当时的军官陈洪范,为其说情张献忠,因而免死其后便逃离居中,张献忠塑向在当时明朝的统治,已经走向没落, 张献忠逃走后对官府,有着强烈的不满与仇恨,便于崇祯二年组织人马起义,张献忠起兵时凭借的是米之十八寨,在他的领导下义军的实力不断扩张,发展成为陕北地区最为强大的一股农民军势力,到他起义的第二年,张献忠已经成为率中二十万的强大势力, 重振六年官军大力围堵农民军,张献忠等人的处境一度十分危急,在这种情况下,张献忠,一方面采取扎祥策略麻痹官军,另一方面利用冬天黄河结兵率众突出包围,挺进河南面对农民军的压力, 明廷十分紧张,密发黄军八万营十万路建路,以七门购款建路之后,可撤兵中原以讨流寇,明廷集中了大量的军事力量,开始清剿农民起义军。 此时,张献忠率军开始流动作战,突破明军的包围,突出到安徽地区攻破明中的凤阳,焚烧了明廷的皇陵和龙兴寺震惊朝野。 崇真皇帝崇真十一年,张献忠在明军的攻击的下,遭遇失败铸臀,在古城被明军所包围,此时的张子忠为了避免灭亡,利用首府薛国冠和熊文灿的摊财以证金贿赂,让他们帮忙招服文灿既得所欲为之请官,请于,请官房,向朝廷建言招服张献忠,并最终获得了崇真皇帝的批准,张献忠等怀是死杀贼, 立功着厅总理前调度,其家贤给赏并责成软支店安插事宜,此时雄文灿,已经获得了招服张献忠的权力,并且成为了张献忠的保护伞张献忠将口沉吟在古城期间,张献忠在古城不放兵不应调不入宪,并且领取了十万人的兵响,保持了较强的独立性。 对于反对招服的官员,张献忠,也利用当时的刑事将其击败,获得了良好的环境在古城期间,张献忠对于明廷的官员和势力防范严密,其所属军队一直保持警惕的状态,连耕种都带刀而行从真十二年五月。 借河南饥荒之计,得以喘息休养的张献忠,再举一起起兵反对明朝的统治,并大败佐良玉参考资料一。 张献忠张献忠故承受府,平息中国明史学会专题,资料汇编19912,田培栋怎样看待张献忠在古城的伪将问题? 北京诗院学报1979年0273,傅玉章关于张献忠将年问题,文史哲,1980年027编辑诗席。